中国人的人情味 那是最好的味道 香肠不是买的 一定是自己做的 感觉这个阳台 一到冬天 这个末尾 跟衣服没什么关系了 大家好 我是写美食的神婆 我觉得小时候过年才是过年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 然后在杭州 我是外公外婆家 舅舅姨妈 然后我们家 然后所有小朋友都会聚到一起 当然一年里面 我们可能也就这一次是最齐的 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发生的话 最好笑的是吃年夜饭 我会很早的时候 跟着外公去排队 菜场里有那个清汤鱼园 要那个老的奶奶 在那头用刮的办法 把那个鱼肉刮下来 有时候用的是连鱼 有时候是那个炒鱼 我觉得那个是分子料理 超级高级 然后每家人家都有中头菜的 我们家中头菜是我 鱼腹烧的 它会一个炒黑鱼片 这个炒黑鱼片 我们家里的女的都做不来的 因为杭州其实 我觉得还是有点重女轻男的 我家是这样 每个人家庭不一样的 重活累活 高技术难度的活 都是男人做的 然后 它要风尘仆仆赶来 拿着它选的鱼 然后一片一片一片 偏好是去补的 就是弄完之后 大的那个刺是留下的 然后炒 炒出来 我告诉你 还是有点脆的 嫩的 然后它是不会有很多小碎肉的 一片片吃起来 真是很香的不得了 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想着说 哎呀 那个菜如果要吃到 我现在顺德还吃到过一次 它有一点点上浆 但是那个 肾粉是很薄的 就像女人的那个 妆容一样的 你吃到嘴巴里面是不会觉得 哦 那是肾粉啊 哦 那个挂了个芡啊 不会 它的嘴巴里面是滑的 就是我觉得 可以让这个肉质非常均匀的 非常快速地在瞬间保持它不粘锅的姿势 然后出来到你面前 所以绝对是功夫菜 我到现在为止 还是我过年家里面 最重要的一道菜 感觉这个阳台 一到冬天 那个末尾 跟衣服没什么关系了 其实国内很多人的家庭 以前都是这样 你看 香肠不是买的 一定是自己做的 用最好的那个土猪肉 然后买了小长衣 自己调好味道 然后灌到那个香肠里面 鲜味和烟味在一起融合的味道 我是真的觉得很喜欢的 这种很难买到 我觉得现在的年味呢是 你想要吃什么 你肯定吃得到 你甚至都不用过到年 你都能吃到那些 甚至于可能比家里面做的 味觉上更好啊 当然你可以去各种馆子 而且很多杭州人家 已经从家宴变成到说 今天你家请这家饭店 明天我家请这家饭店 当然是更简单的了 但是我觉得有长辈在 然后有小朋友在 有一大家子在的时候 大家共同 比如说这家带点东西 那家带点东西 一起促成一个年夜饭 那种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 最重要的中国人的人情味 那是最好的味道 呵呵 呵呵 谢谢观看